为阻断新冠肺炎疫情向校园蔓延 确保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教育部1月27号发布通知 要求2020年春季学期延迟开学 此后全国各个省份纷纷推迟原定的开学事件 而随着疫情的发展 2月5号至7号 多个省份再次发布通知 将开学时间延迟到2月底 5号以来 上海 浙江 江苏 重庆 广东 安徽宣布 各级各类学校2月底前不开学 具体开学时间将根据疫情防控情况 经科学评估后确定 开学时间一经确定将提前向社会公布 以留出时间方便师生家长做出合理安排 开学前这段时间 上海市学校将向学生提供学习材料和学习建议 开展心理健康辅导 并鼓励学生进行适当体育运动和家务劳动 浙江各地各学校将组织开展远程教育教学活动 指导学生在家学习 开展体育锻炼和开展劳动实践 并提供合适的心理健康辅导 江苏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 要充分发挥在线教育平台和网络媒体作用 为学生提供辅导 达椅等线上教育教学活动 做到停课不停学 据统计 此前各省份公布的延迟开学时间 主要集中在2月17号以后 辽宁 云南 江西 四川 河南等省 明确省内各级各类学校延迟至2月17号以后开学 湖南 山东 广西都明确中小学幼儿园开学时间 不早于2月17号 同时 湖南要求高等学校开学时间不早于2月24号 山东 广西要求大专院校 中职学校 济工院校 2月24号之前不开学 福建省内各级各类学校的开学时间 预计要推迟到2月16号以后 海南明确各级各类学校2月24号前不得开学 贵州省中小学开学时间调整到2月下旬 目前开学时间预计在3月份的是 内蒙古 甘肃 黑龙江 西藏和青海 内蒙古 甘肃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春季学期开学时间 不早于3月1号 由于寒假本身较长 黑龙江和西藏原定的开学时间就为3月初 目前黑龙江要求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 暂按原定3月2号开学时间执行 同时 黑龙江要求各类幼儿园在3月2号前不得开园 普通高等学校3月1号以后开学 青海省教育厅日前也通知 将按3月1号大中小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开学做好准备 此外 湖北 吉林 天津 北京 宁夏 山西 新疆 河北 陕西等省份 也都发出了延迟开学的通知 但没有明确具体的开学时间点 此外 业学校质全美实地 八千万 三十军